欢迎收听总编读书 我是韩松林 今天想来跟大家聊聊 自动驾驶这件事 那当然上个礼拜 10月10号特斯拉马斯克 他有一个发布会 这个发布会里面 他最让人振奋人心吧 或很多人期待已久的 应该就是所谓的 Robot Tessy 他发表了这个Cyber Cap 就是没有方向盘 没有电门 这样的一台 不能叫车了吧 我觉得应该称之它为Vehicle 就是所谓载具的意思 那出了这样的一台车 现场看起来是非常的热闹 这台车 与会者可以搭上这台车 想象说你今天就搭了这台车 计程车 他载你到你要到的地方 那当然了 同场还有家印 一台Van 然后是一个中型巴士的样貌 那另外还有所谓的机器人 好 这些我觉得我看起来都像是电影的场景 其实严格来讲 很多传统车厂也都在做这件事 就是每年的车展 都会做一些概念车的发表 但我觉得这一次的发表会 看起来就是一个概念车的发布会 跟一般传统车厂的概念车 没有什么两样 为什么我想特别聊一聊自动驾驶 因为特斯拉之所以在全世界的范围 包含它的车卖得很好 包含它的股价那么的高 它个人享有极高的声誉跟知名度 其实都是源自于自动驾驶这个梦想 你是想假设特斯拉不能 不是它要做一个自动驾驶 能够做到无人化驾驶这样的 或者是把它归类为一种AI的表现 何以它的公司会膨胀的如此之大 何以它的股价会如此之高 何以它会如此洞见观瞻 所以能不能做到自动驾驶 其实特斯拉的重中之重 假设它今天没有办法做到真正的FSD 所谓的自动驾驶 真正的自动驾驶 因为在自动驾驶的阶段 其实从Level 1到Level 5 现在我们绝大部分的传统 或者是即便特斯拉 都是只能在Level 2上面去挣扎 现在所有的各车厂 所谓的车道辅助系统 简称ACC 或者是特斯拉自己的系统 简称FSD 其实都只在所谓的Level 2 当然现在还是有许多公司 在投入更高阶的无人驾驶 自动驾驶的赛道 譬如说Google转投资的Waymo 或者是GM转投资的Cruise 但是这两家公司走的都是Level 4的赛道 所谓Level 4就是真正是没有人 车上驾驶座不用坐人 然后它可以自行的去点对点 点到点 可以不断的去运行 在某一些法规允许的城市 譬如说像加州 旧金山 Waymo已经是营运了一段时间了 我看网路上的一些影片 其实一般的消费者都觉得 跟真人的驾驶没有太大的差别 不管在起步加速行驶过程 中间闪避行人 闪避障碍物 等等之类的体验 其实都是非常好的 就像一个成熟的Uber驾驶一样 所以在像Waymo这样的公司 它是专注投入在 真正我已经不要去做Level 2的东西了 我从一开始 From the beginning 我就开始做Level 4的 这个演算法 跟所需要的设备 这样的一个建制 好那现在呢 碰到什么样的问题呢 是因为Level 4的公司 因为它有富爸爸 所以是烧钱烧很猛 但是呢 改装一台Level 4的车 其实非常非常贵的 那非常贵的情况底下 就是因为它的所有成本都是极高的 它需要激光雷达 需要这些这个那个感测器 它需要非常高阶的晶片来去做运算 所以车子本体的价格是一回事 但是搭载在上面的这些额外加装的配备 又是另外一回事 这是造成说你每行驶一英里 你花费的成本太过高 乃至于说你不管收多少钱 你都没有办法去回收这样的成本 那这样的商业模式就是一个不可持续性的商业模式 好那讲回来特斯拉 特斯拉的FSD系统 我自己本人四年多以前 我开始开特斯拉以后 其实在我买新车的时候 我就买了FSD 当初买FSD呢 倒不是因为信仰马斯克 信仰这家公司 或者是觉得说 总有一天它会实现 其实没有那么浪漫 我买的原因只是因为说 它有附加的一些功能 我觉得是好用的 而且当初的其他开特斯拉的朋友 车主们都跟我讲说 你要装啦 你要装FSD啦 要不然你不装FSD 你就没有办法得到百分之百 享受到这种特斯拉带来的那种 巨大科技差异的感觉 好那我脑波比较弱 所以就买了 那但是没想到我买了没多久 它就出了一个阉割版的 叫EAP的 反正就是价格只要一半 但是功能是一模一样的 好 这是后话了 但我自己用了四年多下来 我觉得它的FSD是有在进步的 虽然我们不如美国的车主那么幸福 他们现在有V12 有V12.5.4最新的版本 可以做到点对点 甚至是从停车场开始 就开始做自动驾驶 我看过蛮多的影片 大部分 这个整个过程里面也许只需要一次 或者是你可以都不介入 只要你胆子够大 那当然它不是完全不会出错 它有时候也会出错 不过起码做到让你惊艳了 因为它在FSD V12这个版本 的确是跟以前进步的不止一点半点 但你说它脱离了L2的范畴了没有 基本上还是没有 为什么 因为就那一点半点 我们都知道说从99分要进步到100分是最困难的 0到99可能相对容易很多 就偏偏是那一分 那因为你是一台车 你是要自动驾驶 你是要承担发生意外事故的风险 所以连了一点点的可能性都不可以有 这才是一个完整的自动驾驶 这是为什么现在L2跟L4 我们看到Level 2跟Level 4最大的差异所在 Level 2意思是出了任何的事故 问题是算你车主的 谁拥有这台汽车 谁要负责任 谁是这台汽车的驾驶 即便有自动驾驶技术在辅助你 你仍是那个最后被究责的人 但在L4是那一家公司要负担起最后的责任 今天假设你搭乘了一台Waymo 你在车上发生了事故 被判定是Waymo导致你死亡 受伤或导致你的损失 你可以跟Google求偿 你可以跟Waymo求偿 他是最终的负责人 所以现在不管马斯克牛皮吹得再大 他做不到这件事 他就是不可能做到纯自动驾驶 好这边顺便聊一下说 为什么特斯拉这套系统 在整个自动驾驶领域 看起来有那么一点判经理道 因为他的初衷 他就认为说人是靠眼睛来去做开车这个动作 机器也应该可以靠镜头来做到这件事 所以他采取了一个叫纯视觉方案 那纯视觉方案呢 在V12之前 其实都是一个跌跌撞撞的状态 不过呢 你要知道 我今天要做自动驾驶 我下了一个指令 比如说 假设我要让他看到行人就要停 所以我必须要下一个指令 当你看到一个斑马线的side 它的交通号制 你就要开始停下来 所以在早期呢 自动驾驶是靠程式码来去做管控的 但是到了点对点的 纯视觉方案的时候 它的状况就有点像ChairGPP 就是说当它出现什么事 它是透过不断的学习 透过大数据库 它不再靠说 我的指令里面 有当我看到这件事的时候 我要做出什么反应 而是我根据大部分的 优良驾驶的车主的数据库 我发现A在碰到这件事的时候 它做出什么反应 B也做出这样的反应 所以当我碰到这件事的时候 我要做出这样的反应 所以它是一个在学习的过程 这个其实学习的过程 不是你去下指令 让它去学习 而是它自我学习的一个过程 ChairGPP的学习过程 也是一模一样 所以在FSD的演进过程里面 在V12得到一个快速的增长 是它不再依靠了单一的指令 而去做执行这样的动作 而是它可以不断的推演 当然这是很大的进展 不过它还是有那种就是KK的地方 在我看过的影片 还是有那么KK的地方 那我自己在使用台湾这种阉割版 我都认为它有进步 但是还是有那么KK的地方 譬如说呢 我举一个小例子好了 你可能假设你不常用 你可能也不会有这样的感觉 就是我们开在封闭道路 台湾只能开在封闭道路 特别是高速公路或高架桥 或者是快速道路 好 我们台湾的用车环境呢 通常是有一些高速公路 是随时都保持着 车辆非常多的状态 那在这种状态底下呢 在FSD它的指令 它会不断的 就是把你移到中间的车道 我们有一个 如果你在美国开过车 美国其实是 开车文化里面 是很讨厌那种 站住内车车道的人 他们有一个专有名词 叫Levland Dick 左侧车道的Dick 那Levland Dick 大家就会骂 假设你一直站在那边 甚至有人会把你喇叭 所以 它的FSD的运作就是 一旦你开到 它帮你超车完成了以后 它就会马上把你插回到 中间的外侧的车道 好 这个是很好的事情 但是 台湾的用车环境 却不是这样 因为台湾的 特别是在快速道路上面 你经常会有非常密集的渣道 那一个接一个渣道 可能都塞满了一些车 但是你 假设你不是要在最近 这几个渣道下车 你是要在 很远的目的地 才会下渣道的话 那通常驾驶人都会开在 内侧车道 但这时候 假设你是启动FSD的状况 它会一直 要把你插回来 插回来 插回来 对于驾驶者来讲 其实非常非常非常困扰的 这种时候 我都会把自动驾驶功能 把它关掉 让它维持车道就好了 就是我固定在内侧车道行驶 那这只是FSD 没有符合当地国情的 一种状况 其实有非常多种状况 那你不要讲说 美国什么时候 可以做到真正的FSD 自动驾驶 即便美国做到了 像马斯克宣称 明年在德州跟加州 会做到这件事 那但是呢 从德州跟加州 做到了以后 在美国各州 都有不同的法定管制 一直到他要往国际推 第二个国家 第三个国家推 我都觉得 这不可能是一个 三到五年就做到的计划 以老车主 对于马斯克的了解 他吹牛皮 画大饼 延迟 deliver 都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 如果你观察特斯拉够久 你就会记忆有心 在疫情之前 其实特斯拉 其实一度是 几乎现金流 要断掉 整家公司要倒掉的状况 在我记得是 在2019年吧 那时候 Model 3 上市之前 我记得那时候 新闻就在想说 马斯克每天都 睡在工厂 跟工程师一起研究 要怎么加速 Model 3的上市 好 在那个时候 他陷入了一个 无止境的生产地域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他说这个难度 比他想象中要高出很多 因为他用造车 是用所谓的一体铸造 他没有那么多的零件 尽量能够 combine在一起 就combine在一起 用压注式的方法 去生产汽车 那当然这有极大的好处 就是你看 即便现在特斯拉的利润率 开始往下掉 但他生产一部车 还是有高达45%的利润率 你要知道汽车业 这也是虽然比毛三到四好一点 那了不起 可能也是毛五到六而已 但特斯拉可以做到45% 基本上是比其他传统车厂 要高出数以背计 但他也要去承受那样 他给不出他当初promise 划出的那些大饼 这样的一个冲击吧 基本上那次是非常危险了 一不小心可能资金就断练 那幸亏他撑过了 撑过Model 3上市以后 得到一片大好评 这加上他的车价够便宜 所以他马上很快的 攻占攻城略地 接着也反映在股价上面了 好我讲这个成年旧事啊 但如果你是现在才开始关注 特斯拉的投资人 你可能已经不记得这个过程了吧 你可能只在 你可能只会被这一次发表会的 这种美好的场景给感动到 事实上你可能忘记掉 他曾经也是一家资金链 会断掉的公司 好那我觉得这一次的发表会 我没有那么乐观 我对于FSD也没那么乐观 我觉得短期内看起来不像是三年以内 可以落实的 是因为这次发表会给出的一些数据 给出的一些细节说明 实在是太少了 CyberCab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材质架构 电池度数多少 他说是靠无线充电 无线充电现在的进展如何 这些所有的技术层面都没说 他只说运营的成本很低 大概每英里可以只做到10美分 或者是20美分这样的极低的运营成本 他这其实就是在Compare L4的公司 比如说像Waymo 像Cruise 他们基本上都是赔钱在做 所以马斯克很清楚 华尔街对他的评价就是他可以赚钱 所以他最后的信仰 其实就是信仰马斯克可以赚钱这件事 所以他特别拿这个出来讲 但是除此之外 看不到任何的技术细节 到底这台车怎么做 过往的发表会 起码都会交代一些参数性能等等之类的 但这一次的发表会 一点技术上的资讯都没有 那在这一次的发表会 其实也只有硬体的展示 关于所谓的V12 什么时候可以做到真正的自动驾驶 这件事他也只给出了明年要在德州跟加州 开始做到这件事 但是是所有的车都可以做到吗 哪一台车先开始做呢 所有的细节其实都没交代 这也是为什么他在隔天股价就大跌 而且跌得非常之深 相对应的是Uber跟Lift的大涨 这些出租车平台大涨 我觉得简直就甩了特斯拉一记 非常大的耳光 就代表说市场认为你吹牛 也不是一天两天 我们也知道 可能你最终真的可以deliver 你最终真的可以给出这样的愿景 但这个是要花五年还十年 我们也不知道 那现在就还不是投资的时候 搞不好我现在投资Uber还比较赚 对吧 所以市场给出了这样的判断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切合实际的 当然我在这几天的影片 新闻一些社群上面讨论 我也有看到 当然还是有非常多 始终的特斯拉粉丝 我自己虽然是车主 我自己也使用过很久 但我不是马斯克的粉丝 我也不是特斯拉的粉丝 事实上我对于特斯拉的造车 工艺这件事是极其极其不满吧 应该是这样讲 就是他所有美国车该有的缺点 他都有甚至更夸张 但是因为他科技这一块实在做得太好 他有许多软体层面的东西 做得非常的方便 所以让我离不开他 这是我必须要由衷说的 我现金我离不开他 因为我现在回头再去买一台 传统车厂的车 我觉得我会不适应 所以但是 如果你是从一个投资的角度 假设你现在要买一张特斯拉的股票 他现在大概200块上下吧 你会觉得那是回到了过往 2020年 2019年的股价 但是 但是你要如果老的投资人 应该就还记得 如果你投资特斯拉时间够久 你就还记得 基本上特斯拉经过这几年 已经是分拆分拆再分拆了 所以他其实股本膨胀的非常大 当年的100块 现金可能是500块600块 所以你不能这样去看股价 你现在的200块 可能是2020年或2019年的 的50块 30块 你必须要这样看 所以他现在的价值其实远不如当初的估值 那估值是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是有兴趣对于特斯拉 或你纯粹是你想要知道自动驾驶 我觉得在第一个在短期内 不太容易 不太容易做到这件事 那基本上我们在台湾的车主 早就心死了 就是当做这个丢到水里面 就没有在计较说 你到底什么时候 有可能在台湾Deliver 我们都觉得在台湾Deliver 是一个机会非常渺茫的事情 在这一台车的寿命之内 是非常渺茫的事情 那特斯拉到底是不是还是一个 可以关注 可以值得投资 或者我们还是可以期待他的一个标的吗 好 我今天必须要讲 就是哪一天特斯拉开始成立 之前曾经有传言 说他要成立他的保险公司 这是第一个 他把电车的保险 他自己拉回来做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策略 但so far只听到消息 还没有听到实际的动作 他会不会把保险拉回来自己做 因为这涉及到说 大家知道现在FSD还是Level 2 Level 2的意思是 你所有的责任是你车主在扛 那车主要保险 那保险在美国这几年涨了非常的多 汽车保险的价格涨得非常非常的高 那台湾电车的保险的费用也是非常的高 所以如果特斯拉开始去 想办法去降低保险的门槛 降低保险的成本 对于电车的持有者来讲 我觉得是一个跟节的一个解决之道 那他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件事 而这件事我觉得下一步也牵涉到 当你自动驾驶的时候 你责任该怎么分担 怎么界定的问题 我觉得到Level 4的时候 你不可能再逃避责任了 你Level 4 特斯拉的CyberCab 如果你搭上了他的Robot S 假设出了事 这个责任是谁负 难道是坐车的这个人负吗 我不晓得大家在看发表会的时候 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你今天坐的那台车 假设出事是你自己要自负吗 你的医疗费谁负 当然你会跟特斯拉求偿 对吧 所以他做好这样的准备了没有 他是不是真的可以宣称说 我的自动驾驶已经成熟到 我可以负担起这个责任 我觉得这才是最最重要的市场观察指标 今天特斯拉的所有估值 所有的超额估值 传统的车厂不可能有这么高的股价 他今天就建立在一个本梦比上面 这个梦是什么呢 我今天坐的不是车 我告诉你我坐的不是车 你不要把我看错是一家汽车公司 你要把我看错是一家软体公司 一家科技公司 一家平台公司 你要用这种方式来估价 我的价值 好马斯克做到了 这几年来 华尔街都给他这样的定价 但那是你先前画出来的饼 到现在你这家公司 我觉得唯一的价值 不在于你生产越来越多的汽车 不在于你是不是能够继续生产更平价的电动车 这都不是特斯拉的核心价值 他只有一个核心价值 就是他的FSD 他的自动驾驶系统 什么时候可以真正做到自动驾驶 这四个字 简单来讲 就是你什么时候可以脱离 Label 2到Label 3到Label 4 最终你起码要达到Label 4的程度 不要说Label 5 最终你可以达到Label 4的程度 你可以真的扛起安全的责任 那你这家公司就拥有一家 类似像Google 类似像Meta 你是一家软体公司 你是靠这个来赚钱的 而不是靠卖一辆一辆车来赚钱的 所以我觉得这条路还很远 so far看起来 我没有看到很明确的迹象 说这可能可以在三年到五年之内可以落实 我们虽然对科技抱持的希望 对于未来也绝对是乐观的 但没有道理做到无条件的乐观 很多人可能被一个故事 被一个场景 被一个激动人心的讲话 就被挑起来了 挑起来没有关系 感动或者是鸡汤 我觉得一时间都没关系 但叫你真金白银的去投资一家公司 会为一个人或为一家企业付出信仰 我觉得这就要考量再三了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自动驾驶 我对于自动驾驶的一些看法 我觉得大家其实看一件事就好 就是说什么时候可以到level 4 什么叫level 4 为什么level 4这么难 那网络上有大量海量的资料 大家如果想要钻研 可以有大量的资料让你去看 那如果你只想了解个大概 你刚刚听下来 你应该也大概有个picture了 希望今天的节目对你有帮助 也欢迎在apple podcast上 帮我留下五星评价 有任何问题都欢迎 透过粉丝专业来跟我联系 我们下期节目见 下期节目